猪爸爸要去城里办事,他开着车出门没多远,车子忽然一阵颤动,发出奇怪的声音,冒出一股清烟,然后车子就停在那儿,不走了。 猪爸爸还着急着赶路呢,这可急死他了。 猪爸爸站在车前,修车需要的钳子,钳子好像还在家里,这样就要回家去取,虽然家没多远,可是走回去,再走回来,可是要十多分钟呢。 他往家的方向看看,猪妈妈还站在家门口,于是他朝着猪妈妈张开了大嘴巴大喊,可是离得太远了,猪妈妈站在门前,听了好久,还是不知道猪爸爸在说什么。 猪爸爸看猪妈妈没听清楚,他这时又想了一个好主意,他远远地站在车子旁边,朝着猪妈妈做出了一个拿钳子的手势。 这下可好了,猪妈妈好像明白了,马上走进屋子去找钳子了。 猪妈妈东翻西找,可是就是不见钳子,想着猪爸爸还在等着,得赶紧告诉他。 猪妈妈垂头丧气地出来了,刚走到门口,猪妈妈就想起钳子在哪里了。 他朝着猪爸爸使劲儿摇了摇头,双手摊开,然后转过身子,拍了拍自己的屁股。 猪爸爸以为猪妈妈没听明白,这下可气坏了他,怒气冲冲地一路跑回家里。 他冲着猪妈妈嚷道,你真是一个笨蛋,我的手势多明显呀,车子坏了,我要你在家里找钳子给我,我要钳子。 你才蠢了,猪妈妈听了很生气,便解道,我早就看懂了,你是让我找钳子给你,我在家里没找到,所以摊开双手告诉你,不在这儿。 到门口我想起来,钳子还在你的车上。 我拍拍屁股,就是告诉你,钳子在车座下的箱子里。 猪爸爸听了,感到非常不好意思,是自己太笨了,自己误会猪妈妈了,赶紧向着妈妈道了个歉,猪妈妈气也消了不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